這次他在炒飯 我們都沒有了 炒飯跟麵包嗎 我們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現在到禮拜二才進貨了 對 連鎖餐集團旗下高檔鐵板燒 櫻花蝦炒飯賣到缺貨 一進門需要外帶 店員就知道你要買什麼 只是想外帶得等到週二 再到另一家分店至急 炒飯嗎 基本上它都賣完一點 就是在炒飯的話是沒有 在炒飯裡面 超早會有炒飯 沒有 最怕的炒飯是只有一小碗而已 另一間如果要外帶一樣缺貨 除非點套餐外帶 才會另外附櫻花蝦炒飯 這道料理會這麼搶手 其實是因為 大批網友連說 像這樣子點櫻花蝦炒飯 外帶只要130元 份量多到要裝兩盒滿滿 還有網友說 帕瑪森起司麵包 附蒜香魚子醬一份130元 但是份量有8個 要裝4大盒 網友跟風甚至鐵板燒 分店臉書粉絲團 還特別PO文公告 因為假日人手吃緊 保持服務品質 假日將無法提供 時下最夯單點 網紅櫻花蝦炒飯 網紅起司麵包 海幽默說有定位 都吃得到 請不要恐慌 但就是不能單點外帶 很便宜啊 這個可以的 那麼便宜啊 我還不知道那麼便宜啊 對啊 它應該沒有大力宣傳吧 130可以啊 這個是櫻花蝦海鮮的 應該是 有啦 有比較少啦 鐵板燒定員一個上午 就遇到超多客人來外帶 只是業者說為了顧及 內用顧客 怕備料不夠 所以不一定能提供 櫻花蝦炒飯跟麵包 網路超熱門 也有人開玩笑 就怕大家不停瘋傳 不知道業者 未來會不會挺售 三天宣傳網子 溫泉榮林捷 台中報導